自动驾驶会给公共出行带来什么改变呢 公共出行应该是自动驾驶最先落地的领域之一 自动驾驶加车路前头和5G呢 将为城市的公共交通带来颠覆性的变革 与同呢 这几年致力于公共交通领域 自动驾驶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我们呢也希望通过城市级的智慧出行解决方案 为城市的老百姓呢带来准时高效 更加安全和美好的出行体验 我们是在2013年开始组建这个重驾驶团队 截止到目前整个专业研发人员已经达到了339名 以为它在一瞬间的理由 保持它清理和简单 所以它应该是在这种表现 是在这种表现的 是在这种表现的 是自信心 是友谊 是友谊 是一种 2015年在正开大道首例自动驾驶大科车公开录册 在2019年第一代R4级自动驾驶巴士小宇上市 在博鳌论坛进行录影 同年为了实现自动驾驶系统在公共交通领域的真正落地 我们在郑州周辉岛落地了车路云往返一体化的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到今天我们小宇2.0批量下线 所以在我的意义 自动驾驶和车路产的车路产 会有主要车路产的车路产 在未来的车路产出现 他们会有所感到的经历的感受 但实际上,他们会在最后的时间住在车路产出现 这代表我们需要需要很加重的关键 所以在我的意义 我称之外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担心的空间有最高的空间 我们有低的门口 我们有机会进入高的位置 当然必须舒适的 也必须很轻松 也必须有机会 客人可以转称 转称 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经过多年的沉建和积累 我们从产品设计 生产制造 过程检验 销售 以及售后服务等环节 工具建立了52个公司流程和标准 才能推动我们在 中驾驶工艺化生产过程中 有了一个支撑的依据 能够更好地将这个产品 生产制造 交付给客户 我认为这也应该是 一个门到门的概念 这意味着 我召售了 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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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通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即将在海南的三沙 广州 南京 长沙等级落地 更高级的智慧出行 即将来到您的身边 III 毛岸 长沙 这是 sevent 但 Neg